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上一期这个卢比亚刀锋的三口充电器 咱们的评测全部都发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对比着看一下 这一期视频咱们就是把这个充电器拆解开 还有这里跟数据线咱们也要进行拆解 这个充电器拿到手上沉甸甸的啊 看着这么精致的充电头拆了 是不是可惜了 没关系的 咱们做评测就必须要把它拆彻底啊 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的 话不多说 咱们开始拆解它 首先就是拆这个充电线 这个充电线的内阻是115毫欧 大功率的压降值在0.35V左右 这个线材用料究竟怎么样 咱们拆开看一下 先拆这个Type-C的头 这是咱们第一个Type-C的口 打开过后有一颗eMarker芯片 这个是应急心方案的 咱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私印信息 这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把这一边拆开看一下 Type-C口这一头拆开的话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然后这一面的话有eMarker芯片的焊盘位置 但是没有焊上eMarker芯片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数据线直接剪断 看一下内部的线芯 这个是线芯的横截面 我们把线的外皮拨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数据线是没有屏蔽成的 难怪这个线看着这么软 黑色的线是负极线 红色的线为正极线 这几根线就是它的数据传输线了 它内部有抗拉扯纤维 这是电力传输线了 正极负极它是双线并起来的 都是那种镀锡线也是很亮的 数据线的外皮比较薄 就像点燃了一样 实际它也是一种主燃的材料 烧起来是没有臭味的 这个比上一次我们猜的 那一根100瓦的库泰科的数据线 对比起来是怎么样的 大家自己心里有数了吧 数据线拆完了 咱们就拆这个刀锋的三口淡化加充电器 切的差不多了 咱们就直接把它撬开 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内部 也是一样的 全部灌胶的 咱们还要继续的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这个里面的胶太多了 220V的输入端 它是用连接线的方式连起来的 这个是220V的火线 咱们只有把这个外壳全部搬掉了过后 才可以把这个充电器的内心拿出来 咱们还要进一步的清胶处理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自己千万不要在家里面拆这种充电器啊 因为这个有高压触电的危险 咱们把这些胶拨开以后 必须要用这种专用的仪器 把电压一定要把它放干净 这里是大概300V左右的高压啊 还是那句话 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 大家千万不要去拆这种充电器 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所有的电子元器件都在这里 这个充电器就是由两块主板构成 这是输出端的一个小板 这是一个大主板 初次级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塑料隔离层进行隔离 它充电器的表面除了用硅胶填满了以外 它没有其他的起到散热周用的麦拉片啊 散热钢板都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充电器的构造和芯片使用的情况 这一块就是折叠式的一个插头 反过来的话 这边有两颗螺丝进行固定 这里有两个弹簧片来压住这个220伏的插头 一红一黑的交流垫的连接线 这两个点就是交流垫的输入端 输入端这个地方有一颗250伏3.15安的一颗电阻式的保险丝 这种保险丝才是可以通过认证的一个保险丝 输入端的这一边还有一颗NTC的抗浪勇电阻 外面有热水管进行包裹 防止我们插插头的时候浪勇电流来损坏充电器 这个位置有一颗安规的X2电容 这个电容是来自广东江门的捷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这一家公司成立于2011年 是专门生产这种金属化薄膜电容的一个厂家 这一颗X2电容的容量是0.47微法 耐压值是314伏 这一颗就是用来滤除220伏交流垫的 EMI杂波的一个共模电感 内部磁心为绿色 采用绝缘线和气包线两种线材进行扰制 这里有四颗二级管 适应型号是RS4MBF 它是4氨耐压1000伏的快恢复二级管 这四颗二级管组成一个整流桥 将220伏的交流垫整成外动的直流垫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它是来自上海的永明电子 这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专门生产电容器的一个高科技企业 有两颗耐压400伏容量33微法 还有两颗是耐压400伏容量27微法 总容量达到120微法 这一颗是插膜电感 也是起到滤波作用的 有热手管进行保护 电流经过整流滤波过后 就来到了这个主控芯片上面 这颗芯片适应是DK065G 来自安徽东科半导体 这家企业成立于2009年 主要是从事电源IC设计制造和销售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这一颗高性能的淡化甲电源管理芯片 内部集成了准斜阵反击控制淡化甲功率开关芯片 还有控制电路和驱动电路 可以极大减少外围电路元器件的数量 有效的降低4倍器的成本 采用不连续电流导通模式工作 当磁心能量完全释放完毕 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和淡化甲芯片 斜电容斜阵达到最低值时 初级功率管导通 从而改善功率管开通损耗 提高整个功率范围的效率 这就是来自东科半导体的一颗淡化甲主控芯片 用于尖锋吸收RCD电路的贴片式的二级管 这一颗私印200A 这是一颗纹压二级管 这一颗私印G2MF 是整流二级管 这两颗二级管都是来自江苏 扬州扬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这里还有一颗电解电容 它是来自深圳新中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这是成立于2006年 它是专门生产电容器的一个厂家 这一颗电容的规格是4.7微法 耐压50V 是给淡化甲主控芯片供电用的 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变压器 这上面有私印信息 这边是初级端 这边是次级 拿到手上是沉甸甸的 做工还是非常好的 这是负责电路反馈作用的一个贴片式光电偶合器 它的私印型号是TD1019 这个是来自福建天电光电 这家公司于2004年在深圳成立 一样的是来自安徽的东科半导体 刀锋65瓦三口充电器的一个次级输出小板 这一颗就是输出滤波用的一个固态电容 它是来自湖南奕阳的万金元电子科技股份 有一间公司 成立于2005年 也是一家专门生产铝电解电容的一个高科技企业 这一颗固态电容的容量是820微法 耐压25V USB-C ECO的协议芯片就是采用的IP2723T 深圳英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专注高性能高品质数模混合芯片设计的公司 成立于2014年 该芯片已经通过PD3.0的认证 是一款集成多种协议用于USB输出端口的快充协议的一个IC 可以为适配器输出应用提供完整的Type-C解决方案 具备高集成度与丰富的功能 在应用的时候 它仅需极少的外围元器件 有效减小整体的方案尺寸 降低适配器的成本 被很多很多知名的充电器用上 这一颗就是USB-C ECO的输出VBUS控制管 这个适应型号是RU3040 这颗NMOS是来自深圳市瑞郡半导体 这一家公司成立于2009年 是一家专门生产规机功率半导体 和第三代半导体数模混合IC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这一颗NMOS的耐压值是30伏 然后它的导主是5.8毫欧 这两颗芯片 适应型号是IP6550 一样的是来自应急心的同步降压控制器芯片 这颗芯片支持5A输出电流 类自同步降压控制开关 可以用于两路端口 也可以作为单路降压使用 输出降压可调 满足更多场合应用 芯片类自输入过压嵌压保护 输出过流过压嵌压及短路保护 集成过热保护等等 这颗芯片搭配PD协议芯片 可以实现宽范围的电压调节 满足USB PD充电器的应用 位于这两颗降压芯片的背面 这里有四颗NMOS管 这四颗NMOS管的适应型号是 SWT40N45 来自广东珠海的智荣科技 这是一家成立于2014年底 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 竖模混合IC设计和销售的一家高科技企业 这两颗就是同步降压用的电感 内部黑色的磁心 外面用七包线进行扰制 两颗的规格是一样的 这两颗固态电容来自上海的永明 它的容量是330V法 耐压25V 这两颗就是USB-C二口和USB-A口的 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用于USB-C二口和USB-A口的一颗协议芯片 它的私印型号是IP2726 同样的是来自深圳英级新科技股份邮件公司 支持USB-C和USB-A双口应用 是一颗集成多种协议用于USB输出端口的快充IC 是一颗具有高集成度和丰富功能的USB协议芯片 在应用的时候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 有效的减小整体方案的一个尺寸 降低适配器的成本 这两颗芯片就是USB-C二口和USB-A口的输出VBUS控制管 私印型号是RU3040 同样是来自瑞郡半导体的两颗NMOS 这一颗R2005是USB-C一口的输出电流采样电阻 这两颗就是USB-C二口和USB-A口的输出电流采样电阻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三个输出端口 内部的舌片都是光滑细腻没有毛刺 充电器可体为PC主燃材料 这个卢比亚刀锋65瓦三口充电器的评测和拆解视频 所有的内容咱们都做完了 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的输出参数和兼容性都是很好的 文波10至40毫v左右属于高级别的开关电源 这个充电器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我的建议就是单买充电头就可以了 相信大家看完视频心里面一样有数对不对 喜欢我视频的铁铁门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后面咱们评测这个库泰科24年新年纪念款的65瓦充电器 和这个10号的电能棒 谢谢大家观看